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赤狐 到底是玩遊戲好玩呢? 還是買遊戲好玩呢? 買到便宜好玩的遊戲最好玩 歡迎收看今天的eShop 機察員 前陣子任天堂有發布了 獨立遊戲的專屬直面會 也有不少獨立遊戲在最近登上了Switch平台 重點是 近期推出的這些獨立遊戲都相當的特別 我們目前也買了幾款下來 其中一款真的讓我超級意外 在我心中 它絕對可以被稱為2021年底必買的多人遊戲 今天的機察員就來分享 我心中年底最神的多人遊戲 一起來玩吧 All in Games 一起來玩吧 All in Games 日趨售價2500日幣 港區售價170港幣 目前都沒有特價 這款遊戲其實是這次獨立遊戲發表中 我自己慾望最低的遊戲之一 畢竟桌遊的玩法 其實上手都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每次有新的人要一起玩 都要花時間教他 加上我原本覺得在Switch上 已經有很多派對遊戲可以玩了 這款很難做出怎麼樣的突破 然而就在我買下來跟會員一起玩到半夜之後 我的臉被打得啪啪響啊 遊戲本身是一款收錄了四款桌遊的遊戲 並且這四款桌遊在體驗上與互動上都差非常多 有大家互相競爭的 找出冒牌貨的 大家一起合作的 競爭與合作並行的 可以說是把多人遊戲需要的精髓都做得出來 就來一款一款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第一款桌遊 海底探險最少兩人最多6人可以跟NPC一起玩 這款遊戲是一款可以互相陷害彼此的競爭遊戲 玩家們要從潛水艇上往下探索 透過骰子來骰出往下的部署 海底當中有設置可以前進的格子 每一個格子都可以拿起來帶走 並且每一格只能拿一次 遊戲的規則很簡單 就是要想辦法收集到這些格子之後 回到潛水艇上面 並且翻開格子的背面 後面有顯示數字 這些數字就代表你的分數 加起來的分數只要越高就可以獲得勝利 不過遊戲的設計上 當然沒有那麼簡單 畢竟是要潛水到海底 所以當然需要氧氣 潛水艇上的氧氣一共只有25格 在一開始大家都下潛的時候 是完全不會消耗氧氣的 但是當有人撿起地上的格子之後 每次輪到有攜帶格子的人 就會消耗相對應數量的氧氣 例如身上帶了兩個格子 就會消耗兩個氧氣 如果四個人一起玩 每個人都拿了兩個格子 一輪下來就需要消耗 Bug氧氣的意思 如果在氧氣消耗完之前 沒有辦法回到潛水艇上面 就視同玩家死亡 身上的板子不會計分 如果身上帶了很多 會在下一個回合直接疊在一起 並且放到海底的最深處 遊戲一共會有三個回合 越後面原本在深海的格子 就越有機會拿到 不過說到回去這件事情 這款遊戲有一個超棒的設計 首先它的骰值一次兩顆 但是數字都只有1到3 所以最多只有6步 但是骰出來的步數 會扣掉你身上攜帶的格子數量 所以如果你身上有三個格子 你骰出3就只會停在原地 不是單純的拿很多回去搶分就好 但有趣的來了 如果你發現自己下去太多了 不太可能可以回到船上 這時候你可以故意一直拿格子 讓每回合換你的時候 消耗的氧氣變多 就有機會把所有人全部都拉下水 超級有趣的玩法 另外由於格子背面的數字 不是固定的 有時候拿了個零分回去 其實跟沒有拿到沒有區別 讓這款遊戲玩起來非常有趣 我自己相當喜歡這款 不過我跟會員玩的時候沒有活著回到潛水艇過 第二款遊戲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偉藝書家的紐約型》 這款遊戲是讓我自己最驚豔的一個遊戲 遊戲最少3人最多8人 不能跟NPC玩 遊戲中我們扮演的角色是藝術家 但是在我們之中有一個人是假的 每一個回合開始 我們都可以從5個主題當中選一個 或是選擇隨機 並且這個主題所有人都會知道 在知道主題之後會告訴大家這次的題目 例如主題是奇幻生物 題目是龍這樣 我們就要輪流把龍畫出來 但是有一個假的藝術家 他不會知道題目是什麼 他必須要透過看別人畫的內容來猜 並且想辦法不要被抓到 在兩回合畫完之後 大家要投票決定誰才是那個假的 如果假的沒有獲得最高票 那麼假的就會獲勝 但是如果假的獲得了最高票 他還是可以猜大家在畫什麼 如果猜對了就一樣可以獲勝 遊戲中有趣的就在於 大家要畫到讓別人覺得自己是真的 又不能畫得太像 不然會被假的猜到我們的題目 非常有趣的設計 另外還有一大重點 就是在遊戲中的繪畫 都只能夠畫一筆 只要斷筆就會換下一個人 這也大幅度的增加了遊戲的趣味性 應該說讓假的藝術家 有更大的生存空間 相較於那些要靠嘴盾來玩的桌遊 這款反而在畫的過程中 少說一點畫會比較有趣 玩一場的時間也不會太久 是我四個遊戲中最喜歡的第一名 第三款遊戲 新創公司 遊戲最少三人最多四人 這款遊戲是一款投資遊戲 遊戲的進行方式是卡牌的方式進行 一共會有六種顏色的卡牌 並且每一種卡牌的數量都不一樣 這些顏色就代表了一家公司 而數量則表示 這張卡片的股票總張數 遊戲一開始 我們手上一人會有三張卡牌 並且每輪到你都要抽一張 你可以把卡片丟到自由市場讓大家拿 或是你可以把它放進你的固定控股裡面 如果檯面上的固定控股的場地當中 你擁有的特定顏色最多 那你就是最大股東 例如你有五張紅色放在固定控股 遊戲結束的時候 其餘擁有紅色卡牌的玩家 就需要給你錢 簡單說這款遊戲就是一款 想辦法獨佔公司所有權的遊戲 並且把確定不能持有的卡片 丟到自由市場 不過遊戲有一些設定 讓事情變得更複雜 首先如果你的固定控股紅色 這時候自由市場有人丟出紅色 你是不能拿走它的 假設你其實只有一張紅色 你就很急著控股它了 那麼別人可以透過抽牌 或是拿自由市場的紅色 等到手上都是紅色了 再來把你的控股給搶走 讓遊戲的晉升性與談判 變得非常重要 可以跟沒有利益關係的對手說好 讓他把你要搶的牌丟出來 或是手上很多但不急著控股 先搶自由市場的卡牌等等 是一款非常特別的遊戲玩法 另外結算的時候 手牌也會算盡控股的數量 所以可以讓別人以為自己要贏了 但透過手牌裡面偷偷藏來黑別人一把 我也相當喜歡這款遊戲的設計 不過這款是唯一不能單機多人的 只能跟NPC玩或是線上遊玩就死了 第四款遊戲 月球探險 遊戲最少兩人最多五人 這款遊戲是唯一完全合作遊戲 也是在設定上最複雜的一款遊戲 遊戲整體的架構 是我們一起前往月球探險 並且要想辦法在這裡 收集到任務要求的物資數量 但是越靠近原點挖到的物資 就越有可能破損 只有玩好的物資才能夠完成任務 遊戲中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選擇一個職業 不同的職業會有不同的能力 所以彼此說好如何搭配職業 其實也相當的重要 另外因為我們是在月球 所以我們一樣會有氧氣的限制 一開始每個人都會有三罐氧氣 氧氣中會有方塊 兩個方塊就表示你可以骰兩個骰子 三就是骰三個 如果氧氣用完了沒有補充就會死亡 並且只要有一個人死亡 遊戲就會直接結束 骰子骰出來的數字 不單單是部數而已 而是我們的行動點數 我們可以透過消耗行動點數 來安裝補氧設備 或是可以透過共享背包 來把自己的氧氣給快要沒有氧氣的人 另外挖掘物資也需要消耗行動點數 也可以消耗點數來放置行動標記 放過標記的格子可以直接跳過 幫助隊友能夠快速返回 所以要想辦法彼此互相幫助 就變得非常重要 另外遊戲中除了會缺氧之外 在補充氧氣的時候 是透過抽卡的方式來進行的 如果抽到磁爆卡 不但沒有辦法補到氧氣 還會直接破壞掉地上的補氧設備 其實整體玩下來的難度 真的還蠻高的 真的需要高度的配合 跟小心謹慎 才有可能完成任務 我目前玩了一場 毫不意外的失敗了 但這也是這四款遊戲中 規則上我覺得最難理解的 整體來說 一起來玩吧 ALL IN GAMES 我自己非常喜歡 以大約600台幣的價格 可以買到四款桌遊 是真的很不錯 本來以為沒有朋友不太能玩 但這款遊戲在單機上 也可以跟NPC一起玩 不過畫家不行 另外月球探險在選NPC的情況 會讓玩家自己控制所有角色 所以實際上 能夠有AI一起玩的只有兩款 另外單機多人的部分 只有新創公司不能單機多人 有手排類的遊戲 還是需要多台主機才有辦法玩 不過如果想要跟別人玩 但又確實朋友都沒有買的 他有資源線上搜尋房間 不過因為遊戲會根據你的 ESHOP地區來決定伺服器 不同伺服器的玩家人數也會不同 我在白天搜尋的時候 人確實就不算太多 不過都還是有房間可以玩就是了 我自己會覺得 能夠部分單機多人 部分跟AI一起玩的設計 我是可以接受的 在單機多人上 有些遊戲還可以支援到 8個人一起遊玩 作為派對遊戲也是絕對非常適合 能線上、能單機、能自己玩 真的太神了 最重要的是 他的遊戲玩法真的都相當有趣 期待之後 能夠有機會 跟大家一起來玩一下這款遊戲 不曉得大家會不會喜歡這款 一起來玩吧 ALL IN GAMES 有沒有原本還在猶豫的 在看過影片之後 就想要買來玩的呢 歡迎留言跟我說 另外這四款桌遊走 你們最喜歡的遊戲是哪一款呢 也歡迎留言分享喔 我之後會安排一次的直播 來玩這款遊戲 如果你是第一時間看到這部片 之後可以來看看我的直播 如果直播已經過了 可以到狐狸牧場遊戲紀錄的頻道中 觀看存檔喔 那這次的影片就在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記得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end- - -